在前面的有一期视频当中,我收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木雕男学还是绿雕男学? 他们的供费哪一个更贵呢? 本期视频就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聊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还是来说一下我在以前的视频当中 聊到过的一个老话题 从零清楚学习雕刻开始,仅靠人生的短短几十年 一辈子都会在学习的过程中 当你从最初开始做到了你心目中最好的效果以后 难道就没有进步的空间了吗? 我也相信肯定还会有比你更厉害的人 不管是绿雕还是木雕以及许许多多的其他事情 你想要做到极致都不容易 在这两者之间,我个人理解为没有哪一个更容易 另外就是工费哪一个更贵 咱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木雕跟玉雕的区别 木雕的话,主要是通过刻刀的削减而进行制作 玉雕的话是通过磨头往下磨 两者相比较起来 在同样大小,同样复杂程度的情况下 玉雕比木雕大多都会慢一些 了解到这一个特性以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比喻 比如做木雕跟做日雕同样都是300一天 制作一个木雕总共花费了5天 也就是1500 玉雕花费了6天 也就是1800 你能够完全理解为这个玉雕比木雕的工费要贵吗? 这个主要也是看你如何去理解 许许多多的事情也并不是完全用金钱 来衡量的 其实不管你做任何手艺 你的记忆跟收获往往是会成正比的 如果是刚开始学习钓课 就过早的考虑这个问题 还是原来的那一句老话 没有太大的必要性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是这样看待的 也仅仅代表个人的观点 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这一个手把剑的雕刻就已经完成了 这一期的视频 我也稍微拍摄了一点磨光的过程 视频加速 咱们快速的浏览一下 首先用到的是240目的沙纸 前面磨刮的这个头 也是需要从大号中号直到小号 整个过程不断重复 从240目磨到600目 1000目、2000目 磨出整体亮度以后 再用布轮进行抛光 才算制作完成 这就是成品以后的样子 我是刘波百易 一位传统雕刻的鼠艺人 期待你的关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点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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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